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中古齐名 七爷八爷绕场巡视 这是新竹都城隍庙 每逢鬼月都会进行的开虎门仪式 象征好兄弟的暑假正式开始 提醒百姓们诸事小心 日神阳 夜神阴的城隍爷 是最贴近人民的神奇之一 但你相信神威显赫的城隍爷 也有凡间代言人吗 谁知道这些人会有奇心 没人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这种东西也没有赌过 都会这样那个南方一起吃 是最贴近的 超级山阳 United 就是最贴近的 你也是说师鸣家 declaration 最贴近的 因为一些村子 那些草鸣蜜蜂蜂蜂蜂蜜 都一家有狂蜂蜜蜂蜜 一定会很四位充滿地来 好好义背 不要 算 驅魔大神鐘葵在廟門口 大顯身手 源之源為了鎮頭表演 吸引不少路過民眾圍觀 鎮頭隊伍裡也看到 七爺 八爺的大聲音 在民間傳說裡 被認為是城隍爺步將的半血將軍 怎麼也來當凱魯咸豐 莫非出門繞進的主神 就是他們的長官嗎 聲聲聲王爺的出巡 就是說一般有路 這裡有人弄死人 還是這裡有水陰屍 或是這裡有可能 這裡有看生過命 他們的出巡 或是要白蓋來收 吳衛宮爺出巡的就是城隍爺 這是南投當地傳統的 宗教活動之一 每當農曆七月前夕 城隍爺都會出巡繞進 進化鄉里 據說遇到特殊情況 城隍爺還會親自出手 怎麼回事 一聲搖禍 本來跟著隊伍行進的男子 突然有了大動作 表情變得嚴肅 還不停翻白眼 難道他就是城隍爺的代言人嗎 可以走進來啦 第幾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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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揮風鈴鈴 一副萬負莫底的態勢 當成黃爺的地址一到手 雞身立刻拔腿狂奔 到底怎麼了 新娘啊 是不是牧衣鬆快啊 身體牧衣鬆快是不是呢 公園上市全是公園 堂上市堂全是公園 我本來也是說有一個感覺 很壞 鄉用臥頭掛 看到一個阿婆一直很可能 在繭繭一直擺 鄉用我們就瞬間就不一樣 就是看到那個阿婆之後 我們就把鄉用人勾勾起來都說了 就是代表說一定有事 怎麼會這樣 在路邊曾經助到的阿婆 竟讓神明降價這次 難道是不捨村民病苦 城隍爺才親自化解嗎 有的人可能完全住地心啊 因為人都有業障的問題 當時這個東西是 你做什麼好壞 這都自己才會知道 他其實是頂四人 頂到現在也有可能 罕見的城隍爺跡身 打著赤腳快步在鄉間小路上奔馳 時而哈哈大笑 時而各著河流勾取作法 據說這是城隍爺下凡巡莊的人物 鴻魚太帥還是魚其中 哪有屎立莫棍莫豁根 什麼事情 肉屎立都頂往屎的那名 鴻魚長 可能有聖鴻 之後到早上去的時候 還有一些 Schwung 沒有太多 上天四康扛上 炎蒙扛上四康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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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人太怕這次 一路從下午忙到晚上八點 整個繞進行程才告一段落 退假後的機身說 他累到筋疲力盡 完全沒有力氣說話 但是隔不到24個小時 城隍爺又再度降價即逝 怎麼會如此忙碌 又是一次激烈的降價過程 城隍爺說 他不捨相親父老受苦受難 所以才頻頻下凡 替善男信女解決疑難雜症 中海很憐憐 燈泰祖 居然也很憐憐 Syd君 究竟发生什么事 让阿嬷直呼成黄爷 真的假的 他看到了什么 女儿一听 惊觉很妙 那一夜是幻觉 还是黄阿嬷真的在医院里 看到了什么 他可能现在对于外界的 这些认知感官的判断力 也知准了 所以他会听到一些听不到的声音 甚至会出现一些影像或幻象这个情况 回忆当时黄阿嬷心有余悸 但真正让他心痛的是十几年前 失去儿子的那个夜晚 那一天他老觉得心神不宁 从那一刻起 黄阿嬷几乎夜夜失眠 同一时间黄阿嬷的身体每况愈下怎么回事 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但事情还没结束 这下子该怎么办才好 那他都要超度了 他自己超度好小了 对 超度好小了 都超好小了 对 超度好小了三年 当家人求助成黄阿嬷调解超度之后 说也奇怪 75岁的黄阿嬷身体状况竟然越来越好 事情顺利落幕 一家人感念神明相助 有空就在庙里当义工 为信众服务 尽管不是大庙 但每当问世日 外头总是挤满问世的民众 这一天 一位妈妈带着小孩 来请成黄爷帮忙 他发生了什么事吗 在上礼拜三睡觉的时候 耳边有出来男生的气音 然后他跟我说小朋友 这三个字 然后因为我听到 我就直觉就是不对劲 说话的会是谁 小朋友又怎么了吗 马上带小孩子的衣服去收集 可是这期间 我就是觉得还不对劲 说不出哪里有问题 最后找上神明指点 原来事情就发生在那一瞬间 我觉得是有人侵入我家 因为我听到那个声音 是平常不会有第一次发生 封态只是说是在路边遇到的 所以我在想可能是当天 发生事情的当天 就是有经过商家 然后就是本身时常就是吸引到 那个不干净的过来 那么重庆传来的小朋友三个字 又是什么意思 我们都在房间 然后有一个角落是可以去开灯的 然后小孩子一直不敢靠近那个地方 我觉得他是看到什么东西不干净的 然后就是有一点恐惧的眼神 然后之后就是来床边叫妈妈救我 他看到了当晚睡觉的时候 他突然大叫妈妈好可怕 他突然大叫 事情来得太突然 妈妈赶紧求助神明 你中一代新年 你这一岁一串 他一串 他是四岁人 五峰太子他就是有指示 就是神明 就是说小孩子做义子 在这地方之后就是睡得很好 几乎就是一岁到天亮 红洋洋是天朝的 城隍爷 五峰太子爷 既是神迹 口耳相传 不管任何阴暗杂症 都会请求神明相助 姓仲李先生在问世日当天 纯情宁仲请求陈皇爷帮帮忙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当下昏迷指数三 医生说状况不乐观 爸爸担心卡到拍名 下了赶紧到庙里拜拜 求陈皇爷帮帮忙 陈皇爷叫我说不要担心 后来就无形中就慢慢地恢复了 索性在医护人员照料下 女儿终于脱离险境 这才让李爸爸放下心中的那颗大石头 在信徒眼中 陈皇爷就是闻生救苦的守护神 就连机身本人王荣佑也说 是陈皇爷救了他的人生 真的吗 热情招呼车主进场 日常生活中的王荣佑 是一家轮圈烤漆厂的老板 不管是在高温环境下挥汗烤漆 还是轮圈土样设计 王荣佑都能一手包办 这是校长肩壮中麻 其实他旗下有好几名员工 一起努力才得以撑起这一家 破具规模的工厂 而这也是年仅30岁的他 奋战6年的创业成果 这是我真的新民不比我 真的我没告诉你 我跟新民说 我怎么做得起来 因为你一人头上 人家怎么可能做得起来的这种 他就告诉你别烦恼你做就对了 慢慢他就要瘋了 到底怎么帮 得先从30年前 王荣佑的父亲说起 我就想说我们比较不可怕 还瘋了 这种生贤的东西 就是都要瘋瘋了 对啦 我也想说这部位 你要让我的心没靠 没话不用说 王爸爸说 自己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荒唐岁月 十三太子助他度过人生低潮 应援计会下替他开了功 自己也成了神明代言人 当年宫里除了三太子 还有玄天上帝等诸多神明 但就是没有成皇爷 但是那一年 七爷八爷却到了王爸爸的梦里 七爷八爷 帮成皇爷讨金生 真的吗 王爸爸当时欣赏 供奉成皇爷的功不多 通常是大庙才会主寺成皇 但既然七爷八爷一连几天入梦 就照着神明指示做好了 没想到请了一尊成皇爷 到宫里排寺之后 很多事情都变了样子 到了当兵 当兵我接军退屋前 不开始了 住到的排名这么多 回到的廟我就开始了 开始体制就是不一样 怎么会这样 王荣佑说 虽然爸爸开工当鸡筒 但他从小就不吃这一套 以前我对这个东西排斥 因为我没有觉得 用一样眼光的看法 像跳棚 我就是在骗钱的 骗财 骗死的 我没有觉得这样的感觉 话虽如此 但自从宫里供奉成皇爷之后 王荣佑就是觉得全身不对劲 还经常梦到成皇爷要找他代言 生活变得一团糟 在这座新农爷来 在我做基辛尽情 到娘子里来 哇 老是老的 我看到排名了 三个伯爷自己 我是不怕啦 都会堵住了 不然就睡了 就是有东西在外面 叫你拜托 教导 该相信这一切吗 王荣佑陷入了天人交战 他说你模拟天命 我就说 我就模拟心座了 我开始了 每次都成功 不然就一个月 四星期都会碰面一遍 吃不好了 一连串灾祸降临 难道真不能向神明鎖布吗 我说好啊 你如果要让我 那些侯母 你不介不然让我成家利益 不然你要叫我怎样信你 有意思 我就开始一边 做到一边就开始 你这个帚母这个 就开始越来越滑了 别看王荣佑事业有成 他说自己在被抓住之前 只是个到处打工的小子 想成家谈何容易 但是冥冥之中 舅舅一鼓 看不见了助力在推着他 你要叫我把你承接这个天命 这个人物OK 你和我的国家嘛 真的 他说你好 你就跟我做就对了 做到母亲 为母有得有 真的 他都去把人扛几天 去牵一些贵人来 我们慢慢的事业版图 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王荣佑说 自从帮陈皇爷代言之后 业绩蒸蒸日上 该说是巧合吗 总不能抹灭自身努力吧 但他觉得 很多想都想不到的大老板 会主动联系上门 不是神迹 又是什么 相同的 他有给我们的 我们也要做得更好 我们人可以骗 心不可以骗 你跟他说好的条件 你就是要跟他交变条件 你机会给你了 要看你一机要过 我快去装本了 替成皇爷济世 就是王荣佑还愿的方式 要还多久 不知道 但至少现在晚上与神同行 白天与车相伴的日子 他甘之如遗 台湾大事不堂半会计 各位好 我是俊上 我是雨昕 台湾大事长期以来 为大家搜罗全台湾的重案 还有那些难以理解 不可思议的奇人奇事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 YouTube会员 给我们最大的支持跟鼓励 你在加入会员之后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 专属的徽章 就可以跟着我们来看全台湾 更多非常离奇的社会案件咯 台湾大事长期 您的家庭是有的 最新值得鼓励 跟支持 啊 五湾半会计 赶快动手 加入我们的会员吧